感谢神了一点 今天有机会 一起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 但是这篇简章 是我最不喜欢讲的 但是上面给我有个负担 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这个奖章非常无聊 我上两个礼拜的奖章非常精彩 下个礼拜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 所以我们来一个无聊的 应该没问题 如果你有机会 有亲戚朋友 你可以通知他 下一个礼拜我会讲 我现在研究 我在收集材料 我收集的材料是圣经里面经文 不是世界上的东西 世界上的东西你上网就可以了 现在很方便 有一个手机什么材料都可以收集到 世界上的材料是收集 养活我们的肉体 要养活我们的魂 那是要收集圣经里面的材料 才能养活我们的魂 下里面是神创造的婚姻 我们的天父创造的婚姻 因为我发现就是最近50年以后 我才慢慢的领会到欧洲国家的神学家 他们精通西波来文 也精通这个希腊文 但是他们翻译错 有些地方我现在开始发现 他们在什么地方翻译错 在结婚这回事 他们也有一个翻译非常错的问题 所以现在变成西班国家的文化 开始要灭亡的时候到了 好今天我们来研究教会的名字 不是叫基督的教会 你就要等着下地狱先讲好 先把他接触 教会的名字 如果你参加了教会 他的名字不是基督的教会 你就要等着下地狱 这是我讲的 善良恩代 现在录像下来 还有录我的声音 也看见中文英文 现在我四本圣经就够了 一本是美国标准修订版 一本是英国王帝本 一本是全世界最流行 最不好的那一本 要来参考的新国基版 好一本 你现在在网上也少查不到的 那一本是最贵的 要一百多块钱 而且只有新诱圣经 是逐字翻译 然后加上一本字典 我因为我也是专家 专制到一点皮毛 杨教授明白皮毛意思是什么意思 OK 我也是专家 我专制到一点皮毛 来起始这些精通原文的专家 好像我来一个 你们教会名字圣经有没有 传天下完全完蛋 上帝恩典 你们教会名字不叫基督教会 就等着要下地狱 我讲一千字没有人能够变 第一 种子与产物出品的东西 这是路加辉八章四到十一节 耶稣讲的比喻 就是种子与出品的东西 传道好像龙夫杀种子 我们传道好像龙夫杀种子 种子就是神的道 这就是最重要的 种子就是神的道 要记得只有一个种子 我们在世界上种好多好多不同的种子 但是在神的道里面只有一个 神的道已经在圣经里面 全世界不能再有其他 我今天把那个经文写出来了 就是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 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 所以你们非常有福气 上的恩待我五十年以后 我能够少查 收集圣经里面的经文 然后把它编摆出来 传天下没有人能够说 他们有新的启示 神启示要有人知道的东西 都已经在这里 彼得讲的 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 第四季传道人传神的道 杀神的道种 第一世纪第一个百年 今年是二零一七 是从耶稣出生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有时候我说 不信耶稣的人 他们不能说二零一七年 因为二零一七年呢 是耶稣的东西 是从耶稣出生 那个时候开始算 二零一七几年 是从耶稣那里开始 第一个一百年里面 有好多传道人 好像使徒彼得 使徒保罗 约翰 还有腓利 腓利 很多亚波罗 好多传道人 小心这一句 他们的畜产 是在犹太地的 众基督教会 大家想一想 清楚想一想 如果你的心还在外面 请你把它收下来 现在要好好地学圣经 他们所有传道人 不同传道人 在不同地方传一个道 他们出场了 所以我特别这里写着 RSV 我用什么圣经 RSV 那本圣经 注意这一本 这一本也是我学英文 在香港学英文的 最主要的过程 这一本 所以现在我们 这里如果需要将来教英文 印这里的故事 然后来跟他们分享 他们的畜产 杀了神的道众 传了耶稣的福音 他们的畜产是犹太地 众基督的教会 他叫做基督的教会 要记得啊 传天下没有人能够变 圣经里记载 迦太太书一章二十二节 只是呢 有些圣经翻译 他们没有这个智慧 这样翻译 所以我有这四本就够了 这本圣经就这个翻译 你可以中英文都是这样 Church of Christ 是众基督的教会 保罗巴拿巴传神的道 到欧洲那里传神的道 杀神的种子 他们出产什么 基督的教会 也是众基督的教会 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 从这里我们也看见 罗马普世教会 我们中国人翻译天主教会 其实他们没有天也没有主 里面没有他们的名字里面 每天没主 OK 他们是罗马普世教会 感谢神的 现在我会英文 Roman Catholic Church 而且我读得很准的 Roman Catholic Church 一千五百年前 他们离开基督的教会 或者把基督的名字 拆下来 换上去 我们从今以后 叫做罗马普世教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 神把他纯净的真理 隐藏起来 不给他们 直到现在 我们有夫妻 重新发现 感谢神的恩典 最奇妙的就是 我这个卑微的传道人 只有四本圣经的传道人 能够发现 而且现实是这样 历史记载 圣经记载 感谢神的恩典 两千年前 第一个世纪 所有传道人 不管他是谁 他们杀一个道主 圣经的真理 他们都出产 基督的教会 传天下 没有人能辨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中国人 文化最呵护 传圣经 因为我们有 众斗得斗 众瓜得瓜 两千年 众斗 两千年后 众斗还是出斗 种子相同 你不能变的 所以今天 传天下 任何地方 有任何传道人 如果他传的 如果他传的道 杀的种子 跟以前 两千年前 把罗传的道 耶稣传的道 同样的种子 他们必须 出产 基督的教会 传天下 没有人 能辨 感谢神的恩典 这个我们理解 所以我说 我这里觉得 很无聊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要 出到这样的讲法 教会名字 不叫做基督的教人 这种字句 是小学生 三五年级的时候 用的 是不是啊 杨教授 教过书 看见吗 对这个讲 圣经的真理 我要下到 这么低的程度来讲 非常委屈 对不起啊 所以我觉得 无聊 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我要 落到这么地步 来这样讲道 所以这个世界上 非常可怜 也非常悲哀 他们有博士 有专家 但是呢 要我这样来讲 但是呢 他们还是不会听 所以 没有办法 只能够 等着下地狱 上来恩待我 今天我可以 讲这个道 第一世界传道人 传神的道 他们出产什么 主弟兄 基督的教会 两千年前 他们所有的人 传一个道 圣经的道 他们出产什么 一起来 一二三 基督的教会 把他背下来 记得啊 两千年前 他们传主的道 出产什么 基督的教会 写在什么地方 罗马书十六章十六节 写在什么地方 加太书一章二十二节 白纸黑字 在这里 他们自己可以去研究 只是神给我们发现 不给他们发现 所以要等着下地狱 等着下地狱 这句话是我说的 不需要去查 不要花时间 浪费时间 他们的出产 是在犹太地的 众基督教会 保罗巴拉巴 到外面去传道 他们出产 是基督教会 好了 在圣经里面 教会的名字是什么 基督的教会 怎么叫法 耶稣是基督 这是马太十六章十三到十八节 感谢主人 今天我会收集这些材料 马太十六章十三到十八节 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其他人怎么叫 自自然而 这是基督的教会 因为耶稣说我是基督 那么他说这是我的教会 你怎么叫呢 基督的教会 这一种道理 这一种逻辑都没有 专什么家 这些叫做专家 这是羞耻 OK 非常羞耻 这样都搞错 这么简单的东西 他们也有本事搞错 所以他们这是专家 OK 这种专家 传世纪专家 搞错这么久 耶稣说 我要建立 我是基督 天父也说 祂是基督 所以他说 这是我的教会 你叫什么 我说 这是我的圣经 你怎么叫 全异万的圣经 这一种的道理 都需要我来解释 这个世界 信耶稣到什么程度 三年级都不如 明白吗 所以我说 我这篇道 是不好说的 OK 有时候 好像就 无闹无聊 但是呢 就悲惨到这地步 也走出外面 好多不同的名字 各种不同 OK 这个名字 那个名字 浮来了 为什么 许多人不知道 这个真理 我找到了 门徒问耶稣说 为什么 你向众人 用比喻讲道 耶稣说 因为天果 道理的奥秘 给你们 不给他们 耶稣说的 马太十三章 十一节 路加 第十章 里面也有 感谢 神人 我发现 耶稣回答说 因为 天果的奥秘 不给他们 只给你们 天果道理的奥秘 给你们 不给他们 所以今天 为什么我知道 这些道理呢 因为我在基督教会 五十年 1966开始 到现在 恰恰好 耶稣说 因为他们 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上帝不要他们明白 为什么 等着他们下帝 这里有几个理由 看清楚 他们被世界的神 弄下了眼睛 被世界上 视 他们眼睛明亮 来到圣经的真理 眼睛闭起来 连耶稣说 我是基督 这是我的教会 也不会叫 这么低的东西 这么浅的东西 这么清楚的东西 他们竟然不知道 竟然也不会叫 到了这一路 但是呢 在社会上 世界上的科学 他们能够发明 一个火箭 飞到火星那边去 他们有这个本事 就是来到信耶稣 读圣经 他们的智慧 低到这么程度 所以我说 这一篇讲 不好讲 因为他们 被世界的神 弄下了眼睛 他们选择 不要真理 神就好 你选择 不要真理 那你就去了 这是 这是 天撒罗人家后书 第二章 第十到十二节 天撒罗人家后书 第二章 十到十二节 这里记载的 根据 罗马书七章 第一到第六节 传天下听信 没有人能明白的 上来恩待我 我明白 这六节圣经 你好好去看 新又是一个男人 这是史诺保罗 用比喻来说 用比喻来说明 新又是一个男人 旧又是另一个男人 教会是一个女人 或者是一个妻子 旧又是一个丈夫 新又是另一个丈夫 这里有连圣经 新又旧又 使得保罗用两个丈夫 来做比喻 欧洲的神学家 竟然 一千五百年来 都没有办法明白 但是我读起来 我立刻就明白 非常清楚 教会名字 不是基督的教会 就像女人 同时有两个丈夫 所以基督的教会 不能守旧又 又守新又 你守旧又 又守新又 就是等于一个女人 两个丈夫 一个女人 两个丈夫 在圣经里来说 是什么 是灵界里面的 妻女 我特别用这个字 等于有些人不明白 这是古典英文的 妻女的意思 长妻 外面 你到处去看看 打个电话去就问 他们这些教会 遵守一些旧又 遵守一些新又 为什么你们弹感情 十篇 一百五十篇 旧又 为什么 我们不弹感情 你别 我今天早上还在弹紧手 紧手感情 我要把它练手 然后有一天 我要去为我的女儿的孩子们 这样练钢情 我吓死他们 看看他们会不会这样弹 OK 钢情是在家里的 不是在教会里面 西伯来书 十三章十五节 信用里面是要 嘴唇的脖子敬拜神 赞美神 嘴唇的脖子献祭赞美神 非常清楚 我们读得到 他们读得到 他们行事不遵守 耶稣的教训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 耶稣说什么 旧有律法 受益员到施洗又汗为止 停止了 使用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四节 旧又已经停止了 不再有了 不再不去了 旧又现在是保留历史文物 不能再遵守 如果你在遵守 就等于一个女人 有两个丈夫 根据 国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国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小心这里 基督是教会的身体 国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教会的名字不是基督的教会 就是把人的身体与头 叫不同的名字 你看着他的脸在头上 你叫某人 然后你又看着他的身体 叫另一个名字 岂有此理 这个世界上有这回事吗 有没有人曾经这样做 你看着一个人 看着头叫一个名字 然后看到身体 叫另一个名字 有没有 全天下没有的 开玩笑都没有的 我没有听过人家 开过这个玩笑 我也没有开过这个玩笑 我是最喜欢开玩笑的人 对不对 我没有开过这个玩笑 OK 来到基督的教会 他们这样搞 把耶稣这样的取笑 看着耶稣的头说基督 看着他身体 另一个名字 这岂有此理 是什么道理 所以我说 这个道不好讲 可能有人要生我气 但是我有这个负担 我没有办法不讲 教会的名字 不是基督的教会 其实把人的身体跟头 叫不同的名字 这是什么学问呢 这是什么水准 教育水准 你曾经这样做吗 小心啊 你看着女人的头 马小姐 然后你看着身体 你要小心啊 男人看女人不能看头 又看身体 等一下 你想这么无聊 是不是无聊 礼群 这是非常无聊的东西 看着身体 说牛小姐 看着头 马小姐 然后看着身体 这是牛小姐 还有我告诉你啊 我是广东话 广东话 牛小姐什么意思啊 笨蛋的意思 普通话呢 牛是什么意思啊 顶呱呱 是不是 本姐妹 是不是这样 牛是在普通话的时候顶呱呱 所以我讲当然有个好处 我会想广东话 他不知道 明白 把它隐藏起来 他不知道 非常奇妙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的 看着头的脸在头上说 马小姐 看着身体说的牛小姐 有没有搞错 世界上没有人这样做的 千年历史 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事 但是今天我讲出来了 自古以来 就是这样 世界上的人 就是这样来对耶稣基督 所以你说 我讲这篇道 是不是生气呢 就是易怒 打包不平 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 我讲话 真是不客气的 他们看着基督的头 叫主啊 主啊 然后看着了身体 牛牛牛 而取笑他 两千年前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真是有这回事 那些犹太人 发力赛人 耶稣亲自说一句话 路加福音六章四六节 你们为什么叫我主啊 主啊 又不听我的话 不遵我的话而行呢 两千年前 耶稣在四十一期就有了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耶稣说 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天火的奥利 给你们 不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气死人了 做这些没有秀问 没有道理的事 你看女人的时候 看头 看身体 或者两样都看 你有没有试过 看女人头 叫马小姐 然后看到肉体 身体 看牛小姐 没有人做的 但是他们坐在 耶稣的身上 耶稣说 我是基督 他们就 确定 一辈子也不叫 基督教会 他就是要叫 其他 任何名字都可以 就是基督教会 不可以 这样信耶稣 信什么东西 胡闹 一听见 我一想到 就生气 我从香港 讲到现在 五十年前 我已经讲过 这种的东西 根据 《已福守书》 第五章 二十二到三十二节 小心啊 这里最严重 世界上任何人 这样做 有肉体被杀的危险 你要小心 这里是形容 《已福守书》 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 我下礼拜讲章 是这里启发的 启示我的这里 OK 用神设计的婚姻 结婚 神设计的 这里是 里面有一段 基督是丈夫 教会是他的太太 记得啊 小心啊 我看着礼琴 一定要记得 这是礼宾的老婆 OK 我不会忘记了 你不要担心 OK 你要记得 根据《已福守书》 五章二十二节 到三十二节 基督是丈夫 教会是他的妻子 教会的名字 不是基督的教会 就等于 女人与马先生结婚 但是 要人叫她 牛小姐 世界上有没有这回事 我上一次还特别问她 记不记得 我还特别问你 上一次 圣经里面上她 记不记得 你现在结了婚 你就有一个 结婚来的名字 叫什么 某人的太太 是不是啊 如果你觉得 某人的太太不好听 也不喜欢听 那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 找一个名字 你喜欢听的结婚 OK 等于她姓牛 你不喜欢叫牛太太 牛太太 你要说马太太 那就麻烦了 好多好多麻烦 事实上没有这回事的 他们就是夹在耶稣的头上 真是豈有此理 只是感谢神人 我不能打人 杨教授啊 牛小真是想打他 哇 这么来这样欺负我们的基督耶稣 真是恐怖啊 与马先生结婚 你就自然要叫马太太 你不喜欢也要叫 全世界没有小姐 不喜欢叫做他们的太太 跟他结婚 那是你糊涂了 OK 你侮辱自己 这是对她丈夫基督 极大的侮辱 传天下听清楚 你的教会 不叫基督的教会 就侮辱基督 你的丈夫叫基督 你就不愿意叫做基督的太太 叫做基督的教会 你不能说不知道 没有女人 说yes 跟这个男人结婚 但是不知道她的名字 事实上没有这回事的 可能以前有 古代的时候 我们爷爷的爷爷 OK 你曾这样做过吗 看见马先生 马先生你好 吃饭没有啊 很好 谢谢 然后看着太太 喂牛太太你好吗 有没有这样 事实上有没有这回事 马先生你好 他在他旁边 他说这是我太太 你怎么叫 你叫牛太太 如果他真的这样叫 他想要跟他什么 跟他打架 世界上我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这样做的 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在耶稣身上 这样是恐怖我告诉你 我这个传人敢讲这话 落下来放在晚上 但是 感谢观看